站在米勒十歲的畫像前學起畫中人物的動作 一方面能拍照留念 一方面也希望藉此讓民眾知道彎腰駝背工作 所帶來的後遺症究竟是怎樣 如果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應該是不正確的姿勢 所以會怎麼樣 就會產生腰酸背痛 展覽裡面它可以變成是名畫中裡面的人物 也可以從名畫中表演這個名畫中人物的這些知識 或者是他的一些影像當中 來學到這些公安的知識 比如說像在這個背後的這個十歲 你彎腰當中間這個農夫看看 你就知道說這種不當的工作知識 是會影響你的身體健康的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和台中科管合作 找來素食服的世界名畫 分析畫中人物是屬於人因公安危害 還是物理性公安危害 再利用人眼的幻覺和錯覺 讓民眾進入畫中 模仿起畫中人物動作 希望藉此能對各種公安危害感同身受 我們一百年了 就執災死亡有兩百八十一人 那麼在這裡面執災最多的 就是以墜落滾落佔第一名 佔百分之四十二 那接著就是崩塌倒塌 還有背捲背甲 還有觸電感電 這個資災的案例前市民最多 所以我們也利用很多的機會 來宣導安全衛生的觀念 有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這場結合公安科學知識和藝術的 公安幻視特展 在台中科管展出到10月13號 而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也特地提供了一萬張的門票 免費開放勞工朋友索取 希望透過寓教餘樂 能讓職業災害的比例降到最低 記者裡講的鐘才不到